大家好 我是徐哥 电动车区区上海已经倒闭了 而且感觉自己变黑了 黑的不少了 在外面晒了三天了 刚刚从河园打了个顺风车来到东莞这边 我们花了150多块钱 然后的话 我又准备在这边找了一下零食房 找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零食房 都要六七十块钱 我感觉有点贵 有点小贵 转了一大圈 发现这个桥底下有一个免费的房子 不用花钱的 换钱也不用花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就是那个宿舍 多杠109宿舍 进去里面看一下 这个房间的话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免费啊 这边有一张办公桌 这边还有一个木板 后面的话有两张床 而且是双能床 就是那个地上稍微有点脏 但是也不是很脏 晚上把这个擦干净一下 可以录住的 这些东西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一包一包的 看一下 好像是石头 这一大堆石头 这个地面稍微有点脏 这个地上好多本子 这个本子太多了 还写的一串一串数字 这里主要是免费啊 不要钱的 冰包就可以入住的 上面的话还可以防漏鱼 现在准备去拿我的东西过来 顺便的话做个饭吃 肚子太饿了 说得我都有点扛不住了 这个鱼多少斤吗 10块 多少斤 帮我刷一下哦 你刷好了 能不能帮我洗一下 帮我砍大一点吧 刚刚我也把包搬过来了 现在用我这个洗点毛巾准备擦一下这个板 这个洗点毛巾已经打湿过了 在那个河里面打湿了 要准备擦干净一下 因为这个木板太脏了 这个灰尘很厚啊 估计是很久人没有住过了 住在这里的话没有人吵 很安静的 这个地方 擦完这个木板 就准备做饭吃了 肚子太饿了 刚刚去买了点鱼 这个就是我买的配菜啊 还有鱼 这个桌子的话也擦一下 太脏了 那个灰尘太厚了 擦得干干净净的 把我这个包也扔到床上去 这个包稍微有点重 把这个床 比一下 比到这边来 床的话会很老 擦得有点重 稍微有点重 这个桌子 你把它移过来 这个桌子现在已经擦得干干净净了 再擦一下 干净点 现在把东西拿出来啊 这个是我那个睡袋 这个是我那个移动电源 这个移动电源的话很早就买了 我一直没有用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这个灯很大的 这个有照明了 非常给力了 把我的锅拿出来 这个锅 不知道有没有震坏啊 应该没有坏了 试一下有没有火 这个锅正歪了 换了一个器里试一下 有用啊 非常给力 特意买了一桶大水 把它打开 有点紧 稍微把锅洗一下 开火 加水 先把水烧开 这个没有把它丢了 把这个盖子盖上 烂水烧开 把那个萝卜皮削一下 还有一个冬瓜 买了两个配菜 还有一个火 先把它削了 然后用水稍微冲一下 把这个皮消消干净一点 把这个冬瓜皮削一下 这个冬瓜皮 好厚 把这个挖出来 捡起来 把这个鱼拿出来 这个水已经开了 鱼倒里头 打个盖子 把这个冬瓜萝卜放进去了 就这样子吧 这个火锅鱼已经煮了 差不多有20多分钟了 现在天已经黑完了 尝一下有没有味道 看下那个汤 很好吃 非常香 尝一下那个冬瓜萝卜 一个人的话反正慢慢吃 不要慌 一点都不要慌 吃完的话就睡觉了 嗯 熟了 很好吃 冬瓜 还有萝卜 这个鱼的话看不见 这里没有灯了 只有一个手电筒 一个人把这慢慢吃 哎呦 太汤了 麻烟 用这个盆 哎呦 现在肚子好饿 饿得还吃了 先吃点东西垫下肚子 中午吃了个挂鼻面 挂鼻面都没吃饱 哎呦 嗯 哎呦 哎呦